大家好,我是蔡申申 在後面的是蔡太太跟蔡大哥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中歌劇院 今天給各位帶來就是 穿越古今兩百年 太陽超級大 對,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大家熟悉的台中七期 其實它原本最早呢 它是要舒緩這個台中市中心的人口太多 所以它蓋了一個復都心的這種方式 結果人開始移到這個西區 就是移到這個地方 反而變成中區的地方有點沒落 那這個地方就整個發展起來 因為政府的行政機關啊什麼 都是在這一個區域 所以這個地方的房價就 寫著暴漲跟之前的海運股一樣 台中歌劇院呢 它就是由日本的設計師伊東風雄先生蓋的 伊東風雄先生現年已經80歲了 後來就得到了建築界的諾貝爾獎 就是Prisker的這個普利斯克獎 它是以樹洞還有洞窟森林裡面這種感覺的方式蓋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有沒有 彎來彎去的啊 曲線啊 有這種樹洞啊 還有那種地窟啊的這種感覺 他說在這個大自然裡面喔 很少有直角的東西 他在裡面用58面曲牆蓋的 這個的建築工法是世界少有的 真的喔 他還因此新聞上在網路上面大家說 這個是被列為世界九大建築奇蹟之一 真的喔 因為他沒有那種直角的東西支撐 所以他又要考慮到他的這個承受量 又要考慮到他的美觀 這非常的困難 所以他沒有調啊 沒有調啊 那也因為這種曲牆的關係裡面 營造出那種自然的那種回音 有那種天然的音箱的感覺 這三月份的台中真的不是蓋的 有夠熱 好熱喔 對啊那我們就進來裡面看看吧 這裡呢它總共有分成大劇場 中劇院跟小劇院 那大劇院最大是容納2002席 而且你看他中間有一顆一顆的這個有沒有 這也是很特殊的 因為他這裡是用這種曲牆的方式蓋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 像一般百貨公司 他可以有那種防火閘門 當初在做的混凝土裡面 就埋設了像這種水木的一個消防設施 對 一有什麼問題他馬上灑水 那個水就像是門一樣 把煙啊把溫度把火隔絕 像我們在台北的兩廳院啊 都是你要買票什麼 你才會沒有辦法進去看 那這裡他們的理念就是希望說 能跟大家一起共同生活 普通的時候也可以進來 這個很有趣喔這個 他們在這個地下埋那種冷水管 冷水的水管在這個下面 這個的目的是說如果 如果他想喝奶就要趕快泡走 他這個目的是說 他可以讓這個空間比較不會這麼的熱 好 謝謝大哥 你說嗨 對小女孩 非常的有sense喔 我說這整個建築 然後搭配一些文創的東西很酷耶 我覺得這一個窗簾應該是說布木吧 非常的漂亮啊 他有那種樹幹的皺褶感的感覺 而且你看挑高這麼高耶 這有沒有四層龍 絕對超過 來 哇 這窗簾是去哪裡訂做的啊 龍美嗎 什麼 這廁所我去看一下 這怎麼都好笑啊 這真的我們來到洞窟當中耶 我們之前有去土耳其的那個 卡巴多奇阿 那個洞窟 就是這樣子的 洞窟的粗糙版 在這種地方 連大哥都不得不俯首層層 變成一個 哺乳類的動物 哇 因為他覺得在這種洞窟裡面 是不是很適合 來給他爬個兩圈 你看坐在這邊 這冷氣這樣吹 你看也是很舒服耶 這辦婚禮很漂亮耶 對 怎麼辦 可是我找不到對象耶 等你兒子結婚你再來 你看這裡真的動得不錯齁 這如果說是一般陰天 不要像現在夜頭這麼美的時候 你戴一些墨鏡是不是 一些韓系的嘛 那石頭你剪刀石頭 等一下把石頭烏龜原味 欸這石頭怎麼燙啊 對啊 等一下把石頭烏龜原味 好不好 倫敦好不好 倫敦來的小子 欸你看這椅子 現在坐下去 屁股是不是烤椒 哇 欸你看這個背景這樣 如果在這邊投個影耶 是晚上可以做個活動齁 又有冷氣 然後又有吃的 又有咖啡廳 而且免費 然後它很多地方呢 都有廁所 然後電梯 喔好想好想休息一下 好累喔 哈哈哈哈 你看那個學年的鬥炸 又不用躺著啊 不是啦 不用這樣躺啦 我沒有躺 你不要做這個樣子 你兒子就是學這個樣子啊 不是啦 不能這樣子躺啦 不是 你起來 那從一樓爬到五樓爬樓梯 明明就有電梯 可是它就是要走樓梯 現在台台正在check in 你是不是有幫我們顧行李 行李在哪裡 有沒有顧好 他想要推啦 他想要推啦 好好好 對 認真做工作才有晚餐喔 喔唷 走了走了 趕快進去 放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 OKOK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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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走 你帶我們去room 2喔 是什麼聲音 你看看右邊 哇 天大哥你看 欸是落地窗 欸我們這個先天住的這個是22樓 對行政套房 那種它有到25樓 住起來真的就是住在雲端齁 我們要住一個人都沒有得用住 讚啦 好 變化 這是你看住一個禮拜是不是 而且這一塊很重要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儀式感 真的還蠻不錯的齁這裡 嘿 他說嘿 就是有點義大利的奢華風 欸 兩個如果人家同時早上在那邊洗的時候 就不會打架 那像我們沒這問題 因為你都不刷牙的 那是你 洗澡的那個冰澡都可愛了 對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住這個閒鎮套房有多讚嗎 知道 閒鎮套房 你現在不知道我現在念你知道 他在25樓一個天際酒廊 跟一樓一個靈酒廊 可以去吃東西喝飲料 其實你如果設定像我們一樣說 今天就是要來住飯店的 你的行程就 不要排太多了 Skybar Skybar Kybar哥你現在幾歲 你要17年後你才能來 這裡是一般只要住在這邊的人都可以使用 行政樓層可能 行政樓層 剛剛一樓一樣 行政樓層才可以使用 Flipping me 180 new direction And I'm floating Never imagine me here 你看很好的 他點一杯飲料 然後拿青石坐在這個玻璃前面 這樣子 看看書 哇 看看書我們聽錯了你 這邊是客廳 對 這個Partition可以打開 它可以連成一個大長方形 或是用餐 然後看到游泳池 然後看出去 幹嘛 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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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裡 來這裡 你可以嗎 然後那個 31度也太開心 這個不會冷 哎呦 真的啦 很舒服 31度欸 對啊 那一個 44度 它調成44 那是熱水時 這個 這個大概如果沒有家宴會 聽一般這樣子 入住的 16萬5 16萬5 對 排價16萬5 結論 我們接待他的時候 他第二天發IG 他站在那邊 這個就是國王行宮嗎 這個就是 我們這一層就叫國王行宮 然後這是2501 唯一全台中 是在高樓層 有自己的油油車房 這也太有趣了吧 對啊 是不是很 我的 好酷喔 它還有自己的烤箱 跟真心思 對 哇 你看這個落地窗的感覺 欸這可以啦 十幾二十萬開樓耶對不對 或者是你在樓下辦婚宴的時候 你就直接住在這裡 他們有一些的 這種套餐喔 謝謝 左手邊 這邊是不是都在泳池 很高暖 因為是踩裸湯的方式 所以就不方便 直接進去做 好啊 我們時間是早上 就得翻到晚上11點 到滿晚的耶 游泳池也是到11點 是 我這健身房很認真耶 是 呃 哇 你真的很享受耶 謝謝 謝謝 還有新鮮水果 好 謝謝 零酒 店裡面的零酒 因為我們進來的時間很早 所以很多的空空空間還是什麼 還沒有人使用 然後他們就非常nice 就可以給我們去看一下 包含剛剛傑倫的住貨的那個房間 才知道傑倫與我們的距離 啊 要玩水了快樂嗎 快樂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穿著這個 龍蝦泉水衣喔 第一次要用油 你有沒有緊張 有緊張嗎 有 哇 你真是想要玩水了 期待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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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游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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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喔 嘿 這一個快艇嗎 嗨 要玩嗎 再來嗎 你準備好了嗎 要跳傘了嗎 這個想要再弄緊一點 準備好要跳傘了嗎 我拉傘拉得好辛苦喔 你等一下再下來 你這個人家垂你一拳 你也不會怎樣耶 是不是 你看高坡喔 你要拿去哪裡 你要拿去錄麻麻嗎 麻麻這是大哥的視角 嗯 大哥的視角 有點震動大家請注意 我現在腿有點痠 雖然我剛剛才滑五下 你剛剛哪有油 我好想變的耶 現在要來去森林百會 五點半開始 我們現在才五點二十 我們就是要先進去最完整的 給他們嚕一下 五點半之後九點半 我們去看 吃得吃得到 吃得到 因為韓國正在大選 所以我們就炒韓式料理 我很應景耶 阿尼亞克勢喲 所以這是 Sawwakika 這邊都是韓式口味 韓式口味的 好 謝謝 加油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要戴手套 非常適合你這種 單手泡小孩的人耶 耶 他的龍蝦不是要跟你開玩笑的耶 他龍蝦是整隻的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柴魚耶 柴魚的湯頭 直接灌在那個龍蝦的肉裡面 那你吃進去的時候 有龍蝦的鮮甜以外 又有淡淡的柴魚的味 這口感沒有講得太好 白菜增加湯的甜度 我覺得這個湯真的可以 那後來會排隊 天使紅蝦 這麼大隻 這個好好吃喔 是鮮嫩多汁 我覺得最好吃的原因 有可能就是 你兒子在那邊睡覺 天使紅蝦 我一個人可以吃20隻 好大隻啊 菜媽媽不要羨慕喔 很熟了 我覺得它不是嫩 它是鮮有點口感 比較香 但是它是有纖維感的 太太的愛心沒錯 我們就來吃很愛心 很好吃對不對 沒想到到哪裡 都可以吃到生蠔 它有天然的生蠔的鮮味 再加上橘子上面有一點甜甜的焦香味 好搭喔 剛剛有一個人 我在排他後面打鮭魚的時候 他在我前面硬撐著把那一四片鮭魚生魚片全部拿 哇哟這種人真的是大逆不到啦 你叫瞪他 你有報警嗎 有肉 有肉 和煎裡面都是肉 這實在太誇張了 它就是一個熱炒店的概念 我剛剛吃一口之後我覺得是不是可以去拿個白飯 那以整體的這種服務來說我們覺得是很OK的 然後住起來舒適 最重要是你的兒子在旁邊睡得不知道啦 食材我覺得好吃 而且他給的東西分量都很大 這個就是一個游玩游的樣子 來這邊大家千萬一定要帶你孩子去游泳 因為他如果游泳他很累 很累你才有機會 可以吃森林百會 這個晚上我們可以在上面吃個小蛋糕 哎呦謝謝 不要說謝謝 我覺得還蠻不錯 因為直接保食一頓走出來之後 左轉上便利 你是不是穿著中南半島的衣服 你進去裡面走 跟媽媽進去裡面 把眼鏡吐一下 因為吐一下不是掉下來 吐一下是一種態度啊 哇你看你戴著眼鏡 你看你的窗外 這個架式 這樣子你看得到路嗎 可以喔 好那你跟媽媽走 我覺得我昨天晚上還沒消化 要來吃早餐的 對 走 好謝謝 一早就吃壽司喔 壽司耶 我選了蔬菜湯跟豬肝湯 豬肝湯 欸你很台南耶 一早吃飯又吃豬肝 妳們已經開始吃了喔 對啊 有沒有禱告啊 有啊 有吼 早安 我覺得早餐很好吃 湯類我就點了山藥 那我覺得很特別是有豬肝湯 豬肝湯煮得好道地喔 真的喔 嗯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們昨天晚上有吃到的 這個XO醬 它有在賣 所以我今天就買了 你可以煮麵啊 沾麵或者是炒肉啊 都可以 干貝XO醬 兩組980 哎唷 那花算了 像妳有在帶後眼 我覺得這邊的服務人員都非常的親切 意義不捨的走囉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 穿越古今200年 昨天一整天呢 都是在現代 我們住在這個林酒店 相當豪華 總統或者是國王行公 然後它的旁邊走路 馬上到的就是歌劇院 對 那因為我們一般就是物產豐榮之後 你喉嚨受傷了 那穿梭古今呢 來到了 200年前 也有這麼一樣子的地方 真的喔 在台中 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 霧豐林家 公保地園區 這個門票也不是在跟你便宜的喔 有50元 各位注意的喔 這裡它是大概一小時 會有導覽跟開放時間 不想聽導覽 你也要按照這樣的時間 像我們一樣 那你戴墨鏡可以轉過來 給我們看一下嗎 帥不帥 喔喔喔喔喔喔 震動 這裡就是有這種 他們的一些文創的東西 在這邊賣 幹嘛 你要帶我去哪裡 好 我跟你去 哪一個 喔那個水的喔 那個水會把你噴濕啊 那你是韓國爸 不能夠被噴濕啊 不然媽媽沒有帶衣服 會打爸爸 買票 買 買個紅板 噔噔噔噔噔噔 來了我們現在進來的公保地 這林家呢 最早的祖先叫做林石 林石 不是你想的那個林石 傳到他們裡面有一代呢 就叫做林文察先生 蕭勇善戰非常的厲害 他們裡面男生女生都非常的 武功高強 台灣因為 離大清帝國很遠 山不管地帶 所以地方很多 常常出現那種叛亂 他就武功高強 平定了小刀會 當時有太平天國之亂 所以他們就把他 調去打太平天國之亂 而且打得很好 因為他們全家都很會打仗 但是社交有點不是那麼強 所以呢 開始很多人嫉妒他 然後衝勘後 最後把他叫到一個地方去打的時候呢 沒有後援給他 一直讓他暫時殺場 那時候蜻蜓因為有功 就追封他為太子少保 太子少保的這個地宅呢 就叫做公保地 所以就從1828年林文察出生 一直到現在將近200年 所以我們在講說 古今穿梭200年 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現在你看到了這個第二落呢 其實他這個空間 就是我們去零酒店 到大廳要check in的時候 那個車子給你載到一個地方 然後你走了 車的車廳 這個地方呢 以前就叫做叫廳 就是那種達官貴人 他會從開中門迎接 之後呢 他的叫會停在這裡 然後他才走下來 那因為當時轎從這邊落下 蓮子由左至右開 一下來第一個視覺 看到這就是李鴻章的真姬 這是李鴻章真姬拓映上去的 而且這裡最幸運的 就是在921地震的時候 只有這個第二落 他是保持最完整的 將近85%都沒事情 其他大部分都倒了 都是重修的 我們昨天去到的地方 是台中七夕 那為什麼來到這個地方 是古今穿越的 最早期的時候 這個李鴻章移到這個地方 叫做阿兆悟 阿大姆這個地方 這個名字是當地平埔族翻譯過 聽起來很好聽 阿大姆 那當然也有人後來是因此失憶 就想說這個地方 中年是不是都有悟在這邊環繞 他的關係叫阿大姆 他們的李鴻章文武雙才 這邊不少林文茶系列的 還有他的兒子林曹洞 那另外一個系列呢 就是我們所知道 台灣議會之父 就是林獻堂先生 也是一個很會做詩的人 雲文雲武 甚至我們這個 最早的那個審議會 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阿兆悟呢 就等於是200年後的 台中七夕的那感覺一樣 哇這邊是 非常上流高級的一個聚集之處 這個地方呢 是十一開五落 那你剛才數一二三四 就沒有第五嗎 第四的就是這裡 因為這九二一堆 剛才倒掉 倒掉之後 因為我們台灣人就覺得 一二三四的四不雅嘛 所以他就是沒有再建起來 最後的一落呢 通常就是他們住的地方 睡覺的地方 大門不出二門不賣的二門 就是在這 所以有些時候他們說 啊大小姐就是這樣 林家呢 他們當時因為 林朝洞呢 協助了流民船 所以就給他們台灣 髒腦的毒賣權 哦 當時火藥加上髒腦 就會變成無菸炸藥 全世界80%的髒腦 那個時候從台灣輸出 換句話說呢 就是賺爆了 他們在這邊做官嘛 在蓋房子上面 每一個關階有每一個關階 他們可以蓋到什麼豪華程度 他總共的建築是五落 而且他是十一開 這其實呢 是超標的 哦 他不能這麼豪華 叫做僭越了 反正離這麼遠 沒錯 天高皇帝園 如果知道的話 那被殺頭了 我們剛剛從進來到現在 中間的門都沒開 為什麼 古代呢 中間的門要開呢 都是要非常高級的人來 他們才會開中門 你看到這個門有沒有 什麼形狀 圓形 第二個正你面前的門呢 以前呢 就是以圓為規 以方為局 圓方圓方 就是規矩規矩 像你這麼不規矩的人 就要多走幾次 你就會規矩 他這個就是 教導他的子孫 要能夠規矩 這個就是以前的台中歌劇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花廳 他裡面所有的雕龍畫洞 都是我們剛剛講的超標 他不應該用到這麼的豪華跟高級 但是呢 他們當時因為剛剛講過天高皇帝園 所以他們在這邊 就可以這樣盡情的享受 你來看我們前一陣子 才剛去龍山市入港 有看到他一個八卦著景 你有沒有看到 正中間那一朵盛開的紅牡丹 於是取名叫大花 當時因為沒有擴音系統 他們所蓋造的這樣子的方式 另外一個Ecosystem 你看下面 你有看到嗎 有沒有 上面演戲下面就在那邊 旁那些什麼 菜桃啊 然後一些泡菜啊 錯了 他們以前裝水 他們會在上面有發出聲音的時候呢 會有餘音 Ecosystem 那時候蔡依林跟安氏奈美會有拍過一座MV 裡面的背景就是在這裡 這裡拍的喔 你看過去這個看台 這個位置絕佳 叫做VIP 當時呢 因為他們家是正商民流的聚集之處 所以有很多的重要會議都是在這裡開的 那這個地方呢 他們會有部幕 談機密的時候在裡面談 談完的時候就可以出來外面看戲 所以來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你就看到古今穿越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穿越古今200年台中篇 看到了這個林家霧峰的那種帝王式的這種裝修 還有大花廳裡面的影音設備 然後換到了現在台中 我們今天住的09店的國望行宮 以及旁邊的台中歌劇院 我覺得說 每個時代每個時代的那種建築物啊 每個時代的象徵真的是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你來一趟這種台中 你可以看到200年前的繁華 以及現在台中七期的這種繁榮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對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喔 IG發熱起來 你說掰掰 掰掰 掰掰 好了好了 走了